S森林它的终极命运目的朝向最大空间利用 最高能源使用 最完整的循环系统 S森林几乎没有离子会流失 S森林流出来的水侧导电度几乎等于点 当你测量说 这个流出来的水 导电度很大 就代表很多离子都离失 S森林是七项最大的能量应用 最大空间利用 整个循环系统最佳圆满 然后S森林密密麻麻 每一个空间分化 就是生物的所谓生态气味 逆起的分泌 那你说这里什么一个洞 因为这是南恩山的牛钻出来的 我只是告诉你有分层而已 一个S森林通常分层库域林 第一层树第二层的桥木 第三层的灌木 第四层的小灌木 或者是草本层 有的还可以再分一层 就是虎植层里面的寄生的 虎生的植物等等 OK我们不要那么分析 基本上就是四层 草本层灌木层 第二桥木层 第一桥木层 每一层呢 这个已经稍微收够了 一棵树呢 大树的时候呢 它通常因为生活雄伟的关系 通常第一层的树 只有像带一点帽子 可以继续带着上部 第二层因为光的关系 它会生长的最完美的时候 大约土岩底 第三层它会打开来 形成更大的光的吸收密集 然后接着呢 有小灌木草本 这一类已经是阴生植物 就是只要比较少的光线 就可以生长 叫阴生植物 或者是耐衣这个植物 那扒藤 护生植物呢 有一层楼 两层楼 三层楼 等等 是水光的低度 那扒藤也有顺时钟的 这是左派的 反时钟的是右派 不 一个是右派的 一个是左派的 还有中间派的 还有平口派都可以 也就是说 一个楼坡 一个坑 在森林里面 第一层的树 叫做结构 结定者 一个社会里面 死掉一个总统 跟死掉一个乞丐 引起这个社会的影响 变动最大的 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定义 如果这个个体不存在 引起这个社会里面 变动最大 这个人叫做最重要 我告诉你 天生地球万路 没有平等这两个字 那你会觉得奇怪 不是追求平等 是人的什么真理 那个是人的期望 因为如果一切平等 就是我在讲的 回归到宇宙中极道理的 寒跟敌 的观念的话 最高乱度 最低能量 我要靠一样 一切叫做混沌 生命就是反动 但是反动里面 要达成什么 人终极的意义在哪里 我所知道的 告诉你 人终极的目标在成神 人无所不用 就是无所不能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宗教 那你不要看这个好了 我们再回来 因为不落落 不落落 然后这些 各个都有 Niche分化 第一层 如果它的不见 会引起社会的 引起效用最大 叫做最重要的话 一切所有的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森林 法治上第一层最重要 第二层四肢 第三层等等 但是 我以前走在森林里面 去调查 一个月走一次 走不到几个月 就形成一条 零下的小径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会伤害这些草本 但只要我两个礼拜没去 我的小径就不见了 有一天我发现 有人在我的永久样棋里面 偷砍掉了一颗 乌星石旧 在乃伦山的永久样棋 长久要测雕 我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 下面原来的草本植物都死光了 再长出新的 阳性的植物 引股丹到什么了 我就发现 大树一不见 下面全盘都改变 所以你把草本下间杀光光 跟杀一个真的不一样 那个影响效果不一样 这只是给你听 然后森林 毕竟他的主导者就是 那个第一层 那第一层这一类叫做 independent 独立树种 然后互生植物 产热植物 叫做dependent species 依赖种 然后依赖种跟独立种 然后各式各样的组合 那就是要把 第一层的最高处 以下的空间 各种生态气味 分化里面 各个填满 达成终极圆满的一个实相 就是所谓的 吉相的生物 那以光来讲 这个不等层次 也不等层次光 这是为什么呢 你也知道 有一个S森林的时候 这一套怎么算七八糟 在S森林的时候 地面上分层 地下根系分层 然后呢 只要有 一个萝卜一个坑 能够利用最大功能的利用 然后互相补卫等等 然后 比如说这个教室这么大 今天下了一公顿的水下来 一万公斤下来 因为森林的这个空间 还有包括土壤的昏层 像S森林一样 一万公斤的水下来 大概保留在这个S森林里面 整个森林的所有空间 能够填充这些水分的 大概呢 就暂时呢 第一天只有流掉 比如说一万公斤下来 第一天大概流掉两三百公斤的水 第二天呢 流掉两百公斤的水 第三天流掉一百多公斤的水 第四天流掉五十公斤的水 第五天流掉十几公斤的水 第六天一点点一点点 换句话说 有了森林的整个含氧水源的能力 那么再大的豪宜 他把他的最大冲力 冲浪力降低 而且储存 而且把他调和幸福成为 让他呢 这个水降下来 一次降下来的季 我可以分成一整年来使用 于是呢 有下雨的时候不会变成洪水 没有下雨的时候不会变成汗灾 森林的调解作用就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呢 当然你知道 我问说这个水从哪里来啊 我们连是群天 黄河之水天上来啊 中中不结 还是就是经过森林的调解能力 可是一旦呢 你发现啊 你把森林砍光以后 那个暴雨冲下来 你知道台湾的水游已经再三强掉三年 不开当时 一开当时三年 像阿里山一天两千公里 倒来告给 你那不会森林 在调整的行 当天整个吹夫拉朽冲下来 一万公斤在这个教室大 第一天 流掉八千公斤 冲下来 前程河流的第一道红红 你们知道 防河的红红流到哪里 哪里倒霉的一塌糊塾 原来台湾森林没有砍完的时候 在阿里山降下大雨 要到隔天到第三天 红红才到 而且所谓的红红一点点 森林砍掉之后 早上阿里山下大雨 下午四五点钟 红红冲到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阿里那个八掌溪啊 已经发生过好多次 红红的悲剧 包括在民进党当 当选总统的时候 不是那个唐辉 那个什么吗 有没有 八掌溪事件 在这之前早就发生一家人在那边烤肉 早上阿里山下来这里 下午红红到了 这一家人被冲走 这种信息早就已经出现过几次 所以台湾的水源 含氧能力已经摧毁了 那么在所有能够确保 整个土地三年的调整能力 最好的就是原始森林 其次的就是赤森林 接下来人造林 接下来灌虫草原 接下来就是草皮 接下来就是楼地 我在三十几年前下雨天 我就跑出去看 看什么 看着鱼 看说 像这是在肯定拍的 我要知道那个土地 怎么 怎么切割下来 你知道平常是这样 找最脆落的地方 水就流流流 渗动 然后就流流流流 接下来就几条 接下来 两条之后 这几片就几两条 我看了土石流才知道 通常大石头压在小石头上面 小石头压在细小的石头 细小的石头压在沙粒 沙粒压在很多的细微的粉粒 很多的粉粒压在更小的粉粒 那个水来了 游走最细微的 细微的动了 接着稍微大力就动了 接着这小石头就动了 接着大石头动了 接着就整个几块石头就走坏了 在土石流里面 那么细大的石块 就像Polylon一样 在走坏了 那个如果是在那边 不动一样 移动那么细大的能量 但是它只是顺着重力这样 走下 当发生这样的 你看哦 今天会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下雨下的这个土石横流啊 然后呢 没有雨的时候就变成旱灾土地就开口笑 是我是很没讲在讲因为这个整个天台是弯掉了啊 所以没有关系 我再把刚才那讲完 所以当森林出火掉之后 一来一爆雨就是土石很有 二来呢 太久没下雨就是旱灾 所以现在呢 旱绕的情形交替 然后进入二十一事情又很麻烦 就是以前的预测模式都不准了 那将来我们会遭遇的就是更加无常 更加激烈的这种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都没有当面 有某种灾变 就会有某种东西得到利益 像现在气候变温暖了 有很多好处 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今年的 疑惑量大大增加 这个是跟什么你知道吗 跟那个北极震荡 跟那个有一个气候的 声音后缓声音 这个水源的 台湾森林的调节水的这个能量 我现在弄给你看 像这个例子就好了 台湾这是水里 这一边呢 那是上游是有一个台电的 渡水潮 那这一边呢 是水里溪 水里溪呢 只要一下雨 河流马上变成温柔 为什么